欢迎三位 我们请三位在背景摆上 牵上你们的名字 影片讲述了街舞老炮丁蕾 偶遇卖艺少年陈硕 乎有陈硕加入自己 经营舞团的故事 舞团内高手如云 性格各异 大家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同时呢 笑料不断 陈硕热烈追梦 等待着上场的机会 却发现丁蕾邀请的 他的目的呢 是另外的目的 所以呢 他们也将会面临 接二连三的 不同维度的沉重打击 如何逆风翻盘 我们来看热烈 来 我们欢迎各位 走上我们的红塔 请到前方 来 来 欢迎三位 尖叫声啊 刚才喊得都非常地大声 好 来 三位我们在这一个 红塔的重中央 在拍张合影 来 谢谢 我们站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 正前方的摄影师 再来拍张照片 今天呼声特别高 然后我相信大家 都是非常期待我们这部电影了 好 跟三位来聊一下啦 来 我们看一下左边 右边 哎呀 现在的观众都很会Cue自己 是这样的 我们各位现场的朋友 已经是期待了景臣的工作了 是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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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看一下右边 好的 我们请离地上话筒 欢迎三位 欢迎 来 我们得问一下 大朋友搞演 还有我们的芷希姐 这次是怎么想到来 创作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是想到了 请到了伊伯来出演 好 芷希姐先回答 这个时候推的蛮快的 我觉得在尝试创新 去做不一样的类型 和不一样的题材 而且一直在突破自我 所以这次呢 做了这部热烈 热烈跟市场上 以往大家看到的电影的类型 全部都不是很一样 它非常新 非常年轻 非常热血 非常燃 而且它是一部 充满了荷尔蒙的电影 然后我被我 非常多的朋友看了 我一直认为 女孩子们看到 王一博同学会尖叫 后来我们发现 看完这部电影 不光女孩子喜欢 所有男孩子 觉得更加喜欢 而且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终于带得到了 为什么自己的女朋友 喜欢她 找到真实的原因了 好想成为仔细的朋友 可以提前看到 我们这部电影 对 我觉得这话 讲到了大佛导演的心里 因为他肯定在拍摄现场 你也一直是在 内心在尖叫 对 导演 我就一直在尖叫 在这个监视器后面 那你讲一下 因为你跟一博 其实是熟人了 那这次热恋里的一博 给你带来什么样 不一样的新鲜的感受 一博事实上 已经带给大家 几部电影作品 然后有不同的角色 这次呢 他在电影当中 扮演陈硕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他新的一个突破 我其实特期待 因为我已经听说 我们说热恋特别好看 那我们当然也特别希望 一博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惊喜 要问一下一博了 一博这次跟 你看着他说 你别看着我说 他不好意思 我努力一下 他也在尖叫 对 我内心在绽放着 往你平安里的礼花 是 但我来过啥 好不好 先叫完 你来到这一博又完 把我的机会成功 请 问一下王一博同学 这 我今天 加油 这一次跟 大鹏导演 在热恋当中的所作 有没有什么感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导演非常地提心 然后我很喜欢在热恋剧组的工作环境 然后每天拍的时候很感兴趣 对 所以 我得到了一博的回答 方林文出了一种告白的感觉 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可以看到我们这部电影 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 嗯 哎 感谢 我觉得一博可以来讲吗 隆重地宣布一下 7月28 好 7月28号请到电影院 看热烈 过热烈的一下 它是今年 暑西朗的一部电影 对 暑西朗有很多优秀的电影 然后我们的好朋友 今天也都来到了咱们抖音的这个活动 对 中国电影越来越好了 有各式各样的选择提供给大家 但是热烈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电影 对 而且呢 也是我们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多多支持一下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三位 我们一起期待你们的作品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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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三位 内场有请 这边有请 常事休息 我刚刚其实真的在表演 刚刚我们看到有个女孩里面的表情 我觉得我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帮她荣誉 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热烈剧组代表 下面有请我们的两位建设家听颁发这项热烈的荣誉 有请 来 经理小姐叫我们的荣誉 先上台有请 来 两位一起 两位一起 两位先来一起 接着荣誉的同学也要告诉大家 热烈也是由抖音线上分顾选出的 最受用户期待电影 恭喜 是的 再次恭喜热烈新闻的电影嘉宾 一同送出几项荣誉 最受用户期待电影 有请 那么在接受这两项荣誉的同时 我们的各位电影的主创 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 很开心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7月28号就在下个月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 所以因为我自己知道这部电影特别的好看 所以我着急啊 因为大家现在没看到 我希望那一天早一点到来 您正说唱如何 您具体讲讲就是我们一国在电影里面表现了怎么好看 17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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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17首 来 17首 讲一下 17首 好看的不能再好看 热烈的不能再热烈 热烈的不能再热烈 就是我们这部电影叫热烈 当中的热烈担当都是一国是吧 对 你们平常看到是一个古代的王一博 在这里是一个热烈的王一博 那我问一下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热烈 在7月28号上映大棚 你是想要再呼吐一下气氛吗 让温度再把这个电影称得这么热烈一些 我们怎么怎么怎么弄 你告诉我 就是说一个当天我走最高的日子 然后我们再来见面 为什么再热烈一下 因为其实整个熟悉兰特别的热闹 前后左右都有非常厉害的片子 我们上一周是超能一家人 风神 我下一周就是巨子杀2 我们大家在一起能不能让中国电影越来越好 让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走到电影院里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 是的 而且这类是一部追梦的电影 这两天很多孩子没考完试的也毕业了 有更多的大学生们也即将迎来他们毕业 要去追梦了 请三位给所有的毕业生们 送上一个追梦的青春的祝福好不好 来 第一波 第一波先来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去努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谢谢 第一波以前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用在了电影里 一直努力就会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哥借用一句话 那么我就建议 我们在这个走音里面特别火的一句话 因为它有77亿的播放量 热烈的不是青春 是我们 青春可以逝去 但我们永远热烈 感受到这边热烈的 是的 而且说到热烈剧组 其实还有一个渊源是大鹏跟一国之间的 是 这个后脑勺太好认了 您四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共同出席活动 然后大鹏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今天发在微博上说 你自己来说吧 您自己念 您自己念 啊 娱乐行业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呀 身后这名男团成员 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了 但是我想起来 时间兜兜转转转 去年六月份的时候 导演您也发了一条微博 您当时也是长了一个头发 下面还有人在说 这个导演行业也是压力很大呀 年纪轻轻这位导演 也满头鱼发了呀 哎不瞒你说呀 昨天为了这个活动啊 特别又染了黑头 最多都转的原字就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也为热热郁郁热一下 也纪念一下两位这个男子的缘分 我们现场复刻一张这样的照片 好不好 仔细点的拜托人 啊 掌镜掌镜 您两位来个合影 就跟以前那样一样吧 对 你以为主要是看电影 要做到好的演技啊 感受感受 大鹏你自己找一下面目的表情 要精准 不要再演技协 嘻嘻嘻嘻 行今晚咱就这个 走一间 发到斗云上 发到狗云上 今晚走了一见 就等这个了 好了 这边说了 再次就好讓我們一起期待熱烈的電影和大家熱烈的見面 謝謝 謝謝大家的主唱們 謝謝 期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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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期待主席 期待主席 期待主席 期待主席